的确没错 要买房子之前 其实真的要很小心 这业者销售的话术 因为对建商来说 每个空间都一定要充分的利用 也因此就会有建商 会把这地下室的管线间缩小 变成了停车阁 或是顶楼加盖变成了空中花园 结果告诉您 可能在销售过后 这些空间通通都不能用 长长流水 砖头堆砌而成的户外SPA池 住家向在国外度假 没有一国风至少室内标准游泳池 配备也不能少 买大楼买环境说好的游泳池 其实很多根本就是蓄水池 但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公共设施 我本来就有钱在买 但是你因为它化成游泳池 而把价格提高 所以这个部分恐怕有不正利益的问题 因为法令的关系 70年代风灾限水社区大楼 不能设置这种大型的游泳池 因此许多旧型大楼 名义上用的都是蓄水池 比一比光是申请标准也差很多 游泳池要救生员 要救生设备还要绿水设备 蓄水是相对比较容易申请 但当成游泳池就是不合法 还有像是这种地下室管 现间有建商因为车位超卖 把它转变换成是停车格 小心这不止建商违法 也可能出房 买房子买在大楼顶楼 以为能将这个宽阔的顶楼 占为己有打造成为自家的空中花园 告诉你别想的美 这可是建商的销售手法 还有像是这种偷天错后面的狭窄防火箱 小窄不到两平大的空间 有人说可以加盖成自家厨房 告诉你这也不合格 所以说找房子买房子 除了DM看仔细之外 还要记得拍照存证 仔细比对比对 才不会花大钱 却买到以花接木的公共设施 这就李孟张李兹先台中报道